花林卿议会保安小组召集人谢国荣 还有卿议员装支柴田运星 前往台泥和平厂了解 中华纸箱公司污泥交付处理情形 赫然发现台泥厂外路旁 堆置了未分类的银件被弃土 环保局表示这是合法申请的固定污染源堆置厂 至于有没有违法的地方 环保局会请顺调查 离清再进行说明 而如果有违法的话 一定会进行开罚 先言谢国荣一心人由台泥和平厂厂长 魏佳佩 副厂长陈之珍等人接待 并且邀请县议员与环保局听起简报 谢国荣表示 这次来台泥主要是要了解 华纸去化的无机污泥量有多少 是否有危害的成分 这是有关花林结安老百姓的健康问题 若污染到水源会影响到 整个大花林地区的20万人口 纸箱厂现在10万吨的无机污泥 是不是会危害百姓健康 再者原始矿区水保的计划 和执行是否符合规定 我们这次来台泥的话 就是我们庄议员 对这个中华纸箱 那个有机污泥跟无机污泥这个部分 那我来了解说 送到我们这个台泥这个来部分 量有多少 然后是不是有危害的部分 然后我们从台泥来推算到中华纸箱的每期 这是我们这次的小组来考察 最重要的考察的这个目的 这整个是我们花林跟吉安的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问题 不然的话污染到水源的话 会影响整个吉安跟花林市的20几万的人口 所以说我们今天特地从台泥来推算到中华纸箱 那纸箱厂那边现在几十万吨的无机污泥在那边 是不是会危害到百姓的身体的安全 所以我们今天专案小组来这边考察 就是最重要的目的 常能表示经过医院以及环保局先康回康之后 确认不是台泥所有 而是其他厂商 或许部分将会交由环保局来机查 现任谢国人也请环保局副局长立即机查相关责任 并且拍照举发相关单位 因为这些营造废弃土当中 为分解来这边堆滞 会造成周到环境的影响 从此也会将组装案再次来会刊 记得终于全面的老